随着主菜班的一场场哨比赛是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次门将出击将球没收倒地踩射 这次梅西是在进军当中帮助球队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破门机会 而且利用这样的一次倒地转身之后的扫射将球是送到了网坡当中 将会是可以到了刚才的这一幕 门将出击出现了致命的失误 没有能够将球抱住 传球的一瞬间也没有越位的情况 提起来呀 这个传球的质量实在是有些低 萨加斯又是一技向前的传递 又是打空门的机会 看看这一次能不能够把握住 稍作调整的一角大门竟然是踢飞了 可惜了萨加斯以及克雷亚为他创造出来这样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传球的瞬间两个人都没有越位 而同时这一侧呢 俩这边将球塞出来 最后一条防线是有六名球员 张家龙还是继续回传 飞于四十五度角起球的传球 看看这次投球攻门 两名球没有能够碰到 反倒是影响到了门将的反应 这个球最终是球进了 要看传球的一瞬间有没有越位的情况出现 果然没有越位 这样的话其实 这个进球绝对是有效的 飞于的这个传球在前点 萨加斯一级是将 独开这边其实是逃过了一级 可以选择向前的直塞 来到了进区当中 稍作调整的一脚推射 被门将给挡出来了 还有射门的机会 跟进的一脚推射 裁判向少了 直接是指向了点球点 没有能够直接洞穿对手的城池 而紧接着 双轨拍门直接是放翻了黄松 助跑之后的大门 这一次直接是被门将给挡了出来 倒三角的回座 跟进有大门的机会吗 稍作调整 磕到自己的右脚 最后的射门 还是被方如连给挡了出来 太长了一些 以至于最后的射门 也是被河山涛给挡了出来 不管是打身后也好 还是纵向的这种直塞 进攻的成功率会更高 现在看这次背身拿球 再将球拆出来 跟进的左脚打门 这一次门将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步就 这一次进攻配合 已经是完全打出来了 最后左脚的进射 是打下了球门的一个进角 浩草又是做出了成功的步就 然后脚子里的这一脚 射门势大力尘 这都与南京城市来说 也是非常好的碰门机会 或者说是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这次又是卖为了一条远射 这个球直接是交到了进局内 跟进的二次进攻机会 这一次上下当中动作又是非常大 韩旭已经是拼进了全力 这边主天招是为自己的队长拔创 这个动作虽然没有上手 但是苏浩宇非常穷顶 直接是选择了倒地 先把自己保护起来 通过一个慢动动动回放 再来看其实苏浩宇这次伸腿 是希望能够去 主打扮刘薇还是适当性的 再补一些出来 而这个时候主打扮刘薇是吹下了 全程比赛结束 他哨声这样的话 经过了90分钟的激烈将军之后 最终双方是战成了1比1